大股翔平被稱為是百年 難得一遇的奇才 不過我們要請教維之哥 在當初他其實體重63公斤 他是怎麼樣長成現在這個樣子 然後他是吃了些什麼 大股翔平在 今天沒有打全打 昨天打全打 他已經四十一轟 四十一到 今天沒有打全打 今天沒有打全打 這是美國直播有史以來的第六位 亞洲人 尤其是 日本當然是不得了 是第一位 來 你剛剛提到的 這一些的數字 他是二島嶼 他今天手受傷 所以他不能當投手 大概九月 十月看看能不能復出 不過他今年的速度又快 又加上打擊又好 一定有原因 他是一個天才 天才還比你更努力的時候 一定有原因 運動醫學跟運動科學 這幾年非常的流行 好 大股在 他讀他花卷東高校的時候 那時候剛進去 高於就63公斤 日本就土法煉鋼 你們剛剛不是講說 日本的月光米 日本的米真的很好吃 泡那個味噌汁得很好吃 問題是吃飽 會變大塊 澱粉量又多 蒸胖 結果 那個重訓都土法煉鋼 但是他這樣很厲害 也在日本活動隊打得不錯 才會被遷到美國職棒 那重點來了 這個他到美國職棒之後 他就跟他 他們有專屬的營養師 其實大股相比後面的 這個不是經紀人公司 是一組人 從運動醫學 運動科學 包括他的訓練方式 所以他這裡面就有講 我們一般人 男生大概一天要吃2300卡 大股相比一天要4500卡 等一下兩杯 所以他一天要吃起餐 吃起餐裡面他這裡講說 他在之前像去年經典賽 日本那個神敗口海 就是學長學弟日很重 但是因為他太厲害了 學長也有意思 我們在東京比賽 我們去美國比賽 晚上去酒 去酒 喝個酒一下 那個什麼 放鬆一下 他都沒要去 原因是為什麼 因為這樣的話 會影響到他吃東西的營養 他是吃這個無膚之飲食 就是他會吃飯 但是麵不吃 麵包也不吃這樣 因為這個 我們糖類 蛋白質 脂肪 這個維生素 這些六大營養素 對他也很會產生他身體的 脂肪 脂肪體問題點 所以大股像當然他有一些 他的感應器身上是裝48個 隨時要做感應器 48個感應器 就是說測試他所有的肌肉